就在中央关注聚众斗殴的风头上 玉里分局也特别针对新进的远警 进行实务的训练 来看快达部队碰上聚众斗殴 怎么样压制逮捕 假设如果民众打群架 辖区的警方会动用线上的警网的所有警力 至少会出动闹事者人数的双倍 超过20个远警来控制现场 KTV前因为有客人酒醉 双方互看不顺眼引发口叫 两派人马一眼不合大声叫嚣 不止口角还拿家伙打成一团 快达部队获报道场 殖民远警迅速将人压制冲突现场被控制住 看似逼真的打群架 竟然是玉里分局的实战演练 也以辣椒水强力逮捕40分子 分局长表示 暑假期间社团网站以及通讯网路的发达 许多个案事件很容易因为咨询管道不当渗染以及传播 引发社会大众恐慌 坚定的使用 只要是你合乎你的价值判断 这个使用警惕 分局一定会站在支持同源立场 演练结果展现了指挥官 果决下令远景快速 激动专业训练有四五的特性 玉里分局势必全力以赴 宣示维护治安打击犯罪 不手软的决心 G9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